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大家都在这个 举着相机 举着相机 举着拍摄这个重要的许可 好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维尔布鲁根先生 将他将高情的火炬 然后缓步来走过这个金水桥 看到维尔布鲁根先生 大概一会想起来 他在评估报告当中这样说 就宣布 在北京举办奥运会 将给北京 中国和世界 留下独一无二的遗产 是 那您怎么理解他这句话呢 我觉得正是在这个评估团考察完北京以后 他们已经看到了北京举办奥运会的 这样的一个独特价值 首先是可以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传播奥林匹克精神 奥林匹克理念 实际上这是国教会最看重的 那么还有呢 就是可以在四亿青少年当中 广泛地开展奥林匹克教育 这也是 这也是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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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